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题目 它要求30,45跟18的最小公倍数 那么我们首先先把30跟45还有18的这个标准分解式写出来 30是2乘以3乘以5 45是3的平方乘以5 18是2乘以3的平方 那你会发现课本在这个地方位置写的有一点不太一样 它并没有全部都靠左 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呢 因为我们在这里要研究一下最小公倍数 在这个标准分解式的情况之下 我们怎么去观察 那在开始进行之前 我们先来谈一下最小公倍数 最小公倍数它事实上里面包含了两个概念 第一个它是公倍数 你必须要先确定它是公倍数 然后再从公倍数里面挑最小的 好那有了这个观念我们来看一下 它这里的相议值因数只有2跟3跟5三种 那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2 它有2那必须要是它的倍数的话 换句话说它的公倍数一定要含有2 才有机会成为它的倍数 而且它含有这个2的个数 还要比最多的那一个多 比最多的那一个多或者一样 什么意思呢 这里是2的一次方对不对 这里是2的一次方 所以它至少要有含有一个2的一次方 它才有资格成为它们的倍数 所以这个2的部分它至少含一个2 再来第二个相议值因数3 它一定要含有3才有办法成为它们三个的倍数 那而且这个个数 还至少要跟它最多的那一个一样 怎么说 你看到你有一个3 我有两个3 我有两个3 我如果没有两个以上的3的话 我没有办法成为你们的倍数 所以它至少要有两个的3 就是要跟最多的那一个一样 才能够成为它的倍数 再来你有5 我也要有5 我才有资格成为你的倍数 那你的5有一个 你的5也是一个 因此我至少要一个 所以刚刚的过程里面 你有没有发现 我们是要先成为它的倍数 然后再讨论一下 它的次方至少要多少 才能够同时成为三个的倍数 所以我为了要成为你的倍数 你有2 我就一定要有2 那我为了要最小 所以我要比你们多 那最好是刚刚好就好了 那你有3 我也要有3 我才有办法成为你的倍数 那你的次方呢 最多是二次方 换句话说 我最少要两次方以上 才有资格成为你的倍数 你有5 我也要有5 那你的次方都是一次方 换句话说 我至少要有一次方 才有资格成为你的倍数 所以我就知道 最小公倍数 就是2的一次方 乘以3的平方 乘以5 那么在找个过程里面 我们会发现 我们有几个原则 第一个呢 所有的相议值因素 都必须要有 所有的相议值因素 都必须要有 因为它要是倍数 所以它所有的相议值因素 都必须要有 才有资格成为它的倍数 所有相议值因素 都要有 都要有 那第二个呢 要有 那是要有几个呢 就是跟最多的一样 就是同于最高次方 也就是跟最多的那一个一样 所以我们在这两个原则之下 我们就可以透过标准分解释 很快的找到 它的最小功倍数 那在这里 上了国中以后 我们会用中挂号 来代表最小功倍数 换句话说 我把30 45 18 用中挂号包起来 就代表我要找它的最小功倍数 它的最小功倍数 就是2的一次方 乘以3的平方 乘以5 好 这就是最小功倍数 用标准分解释的找法